請謝世宏議員 希望透過澳門特色美食、獨特的民創、手工製品和本地音樂演出等活動 吸引更多旅客前來以藉此機會帶動本地社會經濟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市集是一種兼具煙火氣息與時尚感的新型商業模式 市集憑著低租金、高融錯的獨特商業優勢 不僅能夠包容有想法的年輕創業者的初次嘗試 為就業提供一個新方向、新道路 另一方面 藉由新生代創業者的加入 市集逐漸成為商業的新機遇的集合與枯化器 近年來 澳門香水、澳門經典路牌裝飾 本地的特色手作手飾等文創產品 在各大市集活動上屢屢出現 無一不顯示著澳門市集經濟、文創產業的欣欣向榮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 是一座城市獨特的印記 澳門保存了4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精髓 這套孕育的多元文化 更是400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互補、多元共存的結晶 現時澳門新生代創業者推出的文創產品 將澳門中蒲文化與經濟相連接起 既傳承發揚料本地特有的文化來涵 又藉著商品之名發展經濟 現時澳門的市集通過抽籤的方式挑選商戶參加 但部分的商戶中籤後難免會出現網購進貨、高價到賣的情況 因此本人建議預留更多的市集攤位 比例給予優秀本地的民創者 優先判議具有澳門特色的原創設計 承接市集攤位 鼓勵給予他們更多走出去的機會 提升創意積極性 發揚延伸澳門這種多元交融的文化 是年輕一代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 讓更多的旅客接觸了解 購買澳門特有的民創產品 帶動促進澳門的旅遊 民創產業的發展與繁榮 需要注意的是 近年來市集豐富發展 正走向熱門的豐厚 未來的市集經濟走向必定是 向政治化、品質化和特色化發展 澳門的市集經濟需要擺脫 緊緊圍繞吃、喝、玩樂等生活化的速度 創造出與澳門城市的定位 中蒲交融文化的內涵 和未來發展融為一體的獨特營運內容 才能生生不息 再現澳門街市繁榮的景象 多謝 鼻子 畢、耳朵